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12月22號凌晨1點 凌晨1點15分 那這個新鋒服這邊 我已經把這個30關的Kindy Crush玩完了 30關的Kindy Crush 然後主號又還要再玩一次 那這個機制呢 玩了30關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獎勵不怎麼樣 但是其實是上 他是作為給這個新手 新手的一個流程的一個獎勵 所以說呢我又開了一個先鋒服的小號 然後他在1-11 但是這個先鋒服的小號呢 你看他的卡池 天兵神將 有這個雷神夫妻加一隻這個弗雷 當然這些都是免費送的 然後之前還有孫悟空 那如果說這個劍遠征 你開小號玩得久的話 其實你身上也應該會有一些亂七八糟的神角 然後鑽石也有一萬多了 但是現在連這個什麼野外跟這個領地都還沒開嘛 所以我們就先推一下齁 哇好懷念喔 這是新手新手時代 超新手第一張 但是有這個天兵神將喔 雷神夫妻加上這個弗雷拉喔 那雷神夫妻呢這個基本上 原先會送一隻嘛 然後現在這個光與暗之覺 這看完影片又會送一隻這樣子 如果說你玩的夠久了 好然後那個 在之前是送弗雷拉嘛 然後還有孫悟空齁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我這隻小號可能過了孫悟空的時候 所以說沒有孫悟空齁 好第一張過了 OK 到第二張 到第二張之後開啟了這個領地功能齁 然後應該是應該是叫出第一隻的角色 大樹齁 印氣不是很好 好沒關係沒關係 OK 所以說劍遠征是可以刷手抽 但是完全沒有必要齁 千萬不要刷手抽 然後我們再繼續 2-1嘛對不對 那現在呢野外真的還沒開始 他是說2-3之後才可以進入野外嘛 那我們再繼續打 2-1 然後 可以開領地就可以開始10抽了對不對 首次10抽並必送精英英雄 好我們來看一下齁 首次10抽 看我的小小號 喔伊莎貝拉很壞耶 一個大樹一個伊莎貝拉 喔 啊 我忘記設幸運清單啦 啊難怪 欸沒有欸我有設欸 欸 欸這幸運清單是哪來的 欸不對啊這幸運清單有點怪怪的 這好像是 這是系統預設的嗎 喔 所以說這幸運清單有一點壞壞的喔 OK好沒關係喔 反正我們這只是測試用的 好 那我們就給他升一下吧 看系統給我 叫我們玩這樣的角色是 是要做什麼 好大樹 啊請錢不夠了齁這樣子 OK然後我們就把 這兩隻換掉 換伊莎貝拉跟大樹 好OKOKOK 好這個 還不能解鎖這個兩倍數喔 好2-1過了 好再2-2 好再2-3 好OK2-3過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野外 時光之巔 欸請點擊幻想口袋 喔有沒有 新手的流程他變成說叫你去玩這個幻想口袋欸 好有沒有彌虎森林 這邊 好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送的東西 就是這些資源喔 30關然後我們看123456 這個就跟我們在仙鳳府看到的一樣喔 有這個 這個藍石啊 尼嚕 這個 皮膚還有這個 女妖 官方認證 女妖之遠征 新手時期 目前還是有用的 好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開啟冒險 好然後就 欸 欸我不能跳離開欸 我一定要玩欸 好好 那我們就先先玩一次吧 這樣子 欸 好 OK過關 好 所以說這個 這個我們就可以知道說這一次這個迷糊森林啊 就變成是一個超新手的一個這個過程喔 哇 現在還可以試用這個虛空萊克欸 欸 那我現在超新手我的虛空萊克試用的話 他等級會是多少 啊不對啦 這個虛空萊克等級只有1啊 他他必須要去這個 共鳴水晶這個 解鎖欸 那我叫出來的話 我也不能去共鳴水晶啊 我要玩到4-36 好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齁 所以可以知道說這個 迷糊 迷糊森林的這個BOSS啊 應該說獎勵啦 獎勵沒有很好 但是 從我剛剛這樣子玩齁 就是玩到第二章之後 解鎖時光之巔 而且他 變成是一個新手的流程喔 他新手流程不是叫你先去打這個時光 時光逆旅 但是其實第一個這個時光之巔齁 也現在改名叫做時光逆旅啦 第一個要是6-4才開始 但是現在幻想口袋咧 2-3就會開始喔 然後至少對新手來說 他會送你一些基本的資源 那其實尼如一家人跟劍遠征來說 這個是怎麼講 惠我良多喔 首先是這個齁 以目前來說啦齁 這個 其實戴蒙一家人啊 這個 欸 這個3-36 其實戴蒙一家人啊 基本上女妖之遠征 我覺得先手時期還是沒有什麼問題齁 因為這個 其實主線的那個任務會送 然後現在連這個幻想口袋也會送一隻喔 那女妖之遠征我覺得可能現在有些強勢的角色 譬如說像是拜蒙啊 安芝喔 但是這一些就是對無客的來說 可能還是會有一些些困難 所以我覺得練這個女妖之遠征還是沒有什麼問題 而且 官方還特別設計了這個雙魂女妖 作為扭曲夢境的魔王 那另外呢 還設計一個這個 欸 夢魘死者 小羊王 也就是說 女妖就算在這個中期開始退場之後呢 欸 後期 三紅家具在這個扭曲夢境還是有一定的這個上場次數 那他們兩個的小孩呢 女妖跟這個尼如的小孩 戴蒙更不用講了 戴蒙如果說你從小開始練的話 你如果是跟他有緣的話 他陪著你一路打到這個後面通關的話 幾乎是沒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 劍遠征目前最強的坦克 就非他莫屬喔 然後這個 基本上 亡靈塔有他的話也會推得非常順喔 好 那所以說這個戴蒙一家人在官方 官方的勢力上來說是一個 就是什麼官方清賴的角色 之前說耀光是這個 這個什麼 耀光是青森的這個陣營 現在我覺得應該是戴蒙一家人喔 好 好那不然怎麼樣呢 這個時光之天呢 這個過關的這個心得 其實也沒什麼心得 他就是Candy Crush 然後只是說打到後面的話 還沒有那麼簡單喔 你可能要多刷幾次才可以刷到全部三星喔 但是麻煩的是說 主號還要再重新玩一次 另外我們看上面喔 上面這邊還有還有雲霧耶 因為那個 我們那個先鋒符跟主號進度很後面都沒有發現 你看上面這邊 要通過主線關卡五之一之後才解鎖 所以說這個 我們現在看到是說 哇一口氣要推30關好痛苦喔 但是對新手來說 他是邊推喔 然後邊獲得獎勵 然後再邊推主線 所以說這個迷糊森林呢 我們就是如果說是以現在的這一些 大家都已經推到 大家的新手村 新手村已經開到32張的時候 突然看到這樣的機制會覺得啊 那阿捏 怎麼會要我們做功課 然後要玩這個Candy Crush玩30張 但是如果說我們開一個新的角色 然後去看這樣的機制呢 就會發現說喔 這個是其實算是 官方在為這個新進的 新入坑的朋友們 然後設計的一個 新的一個 新手成長的一個機制啊 所以說這個獎勵才會 才會設計的這麼奇怪 然後送一隻女藥這樣子 但是如果說 你用一個完全新手的角度來講 他送女藥其實就變得合情合理喔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